当时他还没有满十八 而且 我才刚走 你们刚刚提到一望XR 你们最近有新生活吗 那完大学过后 没多久我就怀孕了 你们 有办婚礼吗 求婚呢 我们来看求婚的记忆好不好 我不要 我觉得应该要看一下 重新整理你们夫妻之间感情的变化 我不想 为什么这么抗拒 没有为什么 我就不想看 这样的话 我们反而更需要分析这一块 了解一下你为什么这么不想看 这里只有我跟你 没有别人 你因为噩梦前来滋伤 噩梦里最大的问题 就是婚姻跟母亲 我们需要回到源头 找出问题在哪里 如果 我们又是一样的 怎么办 看了才知道 我离开前 还是离开后 如果我这次没有回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告诉我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告诉你 是他欺负你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那你为什么要走也没有告诉我 是我的错 我不敢量对他的 不是你的错 当时他还没有满十八 而且 我才刚走 我会负责的 怎么负责 娶他 一样吗 什么 你的求婚记忆跟我还是一样吗 那根本不是真的求婚 这样的婚姻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什么意思 你还不知道吗 他根本不爱你 他跟你结婚是为了小孩 他要负责的是小孩 不是对你负责 他没有爱过你 没有爱过我 我们看这一段 只是要从婚姻的起点做分析 你先冷静 好吗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 我不承认什么 我的智商师比我病还严重 比我还看不清楚 是你有需求来智商 不是我 就算一样那又怎么样 你连你自己的问题 你都不敢面对 请问你要怎么样帮助我 看不懂